Hello 今天是2023年6月6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6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股股市周二小幅上涨 债务上限危机解除后的情绪改善 仍在结合着大科技股的回升 给市场带来着稳定的支撑 目前市场仍在为着下周的美联储会议做准备 市场可能会避免太大的波动 不过好的地方是 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收盘价来计算 目前的标普500指数距离真正重返 技术性牛市已经非常的接近 大概是不到10点的距离了 那可乐道大盘目前面临到的上行阻力 依然非常大 尤其是分化的个股和板块的表现 带来的此销彼涨的影响力 那未来几天内即将到来的美联储的重磅会议 将会决定标普500指数 究竟能否有效的重返牛市 这对于接下去股市的走势影响很大 毕竟现在主要依靠的 还是几只大科技股的强势带动 一旦情绪无法跟上的话 锁定获利带来的回调幅度就会比较大 投资者依然要保持警惕 各股方面今天想和大家来看的是Unity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昨天Unity的股价是出现了大涨 原因就是在于苹果发布的最新的混合现实装备 Vision Pro 那因为Unity将为Vision Pro带来熟悉 而且强大的创作套件 从而加速沉浸式游戏和应用的开发 那我们都知道的是 对于混合现实这类装备而言 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在于内容 只有内容足够丰富 才能够吸引人们更多的使用 从而真正的养成使用习惯 变成下一代主流的消费电子产品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 想要这款如此昂贵的装备 不变成一个简单的玩具 那苹果这家巨头一定会在内容创作方面 下一番很功夫 而这一切都需要工具 这就是游戏引擎巨头Unity的用武之地了 能够成为苹果混合现实领域的内容创作合作方 想必会在未来获得更多的用户青睐 不仅能够在一条新赛道上获得大量的收入来源 从而重新恢复较高的增长 给公司带来成长性的提振 另外还能通过这样的合作 倒逼Unity加速人工智能的布局 不断深化和提升开发工具套件的性能 从而在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这些领域成为一个更有含金量的卖铲子的人 这就会成为基本面有效提振的利好 所以也就难怪 昨天在苹果的发布会上 苹果和Unity在Vision Pro上面一直在合作 引入更多应用程序的消息 一经发布就给Unity的股价是带来了巨大的提振 那这样的利好能不能帮助Unity的股价进一步的往上走呢 甚至要重新回到之前的估值高位呢 我们接下去看一下 首先其实在5月10日发布最新财报的时候 我们已经分析过目前Unity的情况 作为一支前景不错的科技股 Unity最新的财报展现出来的势头同样不错 先是收入 过去两年Unity的收入增速一度出现大幅的下滑 但好在自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 加上最新的第一季度Unity的收入已经连续两个季度重新加速 甚至已经回到了刚上市的时候的高位 这充分显示出了他们的成长性 一方面反映出市场的逐步复苏 另一方面也能够体现Unity本身的基本面也是充满韧性的 这就和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一样 Unity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游戏引擎 在游戏市场确实很强 早在2021年的时候 全球前100名的游戏开发工作室中有94家就是Unity的客户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忽略了 游戏引擎不仅能用来开发游戏 在视频制作以及各种应用开发上面都能发挥强大的效果 再加上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布局AR VR平台 提供构建任何类型的虚拟现实的工具 这样的布局目前看来已经收获到了成效 和苹果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了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 苹果的混合现实装备 想要真正有效的打开市场 按照他们的发售时间来说 现在还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 短时间内呢 无法给苹果的业绩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但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苹果的混合现实装备要推向市场 除了销量和产能以外 足够多的内容积累也是必须的 而这些内容积累不能等到装备卖出去了才做 肯定需要提前布局和准备的 因此相比而言 Unity其实更容易在更短的时间内 获得苹果明年才能发售的头显设备 所带来的实际利好 有助于他们保持最近两个季度的 这种高速的收入增长 这就是成长性的保障 那结合盈利能力方面 现在虽然还是没有盈利 但好在现金流呢 已经接近转正了 如果在经营效率上面再加把劲 那这家公司就有望先实现现金流的盈利 然后呢通过高增长来稳步实现 利润表的扭亏为盈 因此呢考虑到成长性的稳健表现 虽然目前Unity的基本面 不如我们之前重点分析过的Palantir 但是呢Unity同样也是有着不错的潜力的 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一支成长股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随着苹果发布会之后的这波大涨 目前Unity的股价呢 已经重新变得有些贵了 因为合理股价大概是在32美元 好在呢没有贵太多 考虑到刚刚说到的成长性 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呢 还是能够支撑的 现在根据技术面的形式来看 上行空间依然存在 短时间内是有望再度看向39.07美元 甚至42.97美元 因此呢如果已经持有的朋友 倒是可以再等等 看看会不会有更大的收益空间 但考虑到最近一个月的涨幅 那如果还没有入场 又对这支股票感兴趣 这个时候再追进去还是有些冒险的 不如呢等待冲高回踩 200日均线呢再做打算 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贸易账 以及呢就是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的原油库存报告 另外呢明天的重头戏 还是在加拿大央行的利率决议 那我们也知道 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判断一下 下周美联储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现在市场预计的是 在明天的会议上 虽然说之前关于加拿大央行 重启加息的呼声很高 但目前在明天就重启加息的概率呢 依然只有大概40% 那在7月份的加息概率 反倒是有高达80%的 所以呢我们明天可以看一看 到底是否会带来一些意外之举 那这不仅对于加元走势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于整个美联储以及其他主要央行的利率前景呢 也会带来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呢是值得密切跟进一下的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有三家公司的财报 我觉得值得关注一下 分别呢就是美国的联合天然食品公司 还有就是GME以及呢携程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38的节目 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38财经APP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比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